我想這一場選戰 因為剛好是國際局勢其實有很大的變化 尤其是美中的關係 然後印太的一些安全穩定 所以這次選舉又攸關將來未來四年到八年 整個亞太地區 我相信他們對於台灣的政局一定會非常非常的關注 因為接下來去到底政策是會往什麼方向走 台灣會帶領這個 領導人會帶領這個國家往哪一個方向傾斜 我覺得這個都是他們所關注 所以今年我除了這個之外 我今年非常多官選團 包括各大的學校 包括我昨天碰到瑞典的 日本的 那這個其他大大小小的國家 我想今年應該是全世界都在關注這件事吧 那你會感覺到就是大家也聞到一句是否是或否可能政黨倫居這件事情 也許就會影響美中和他之間的關係 這件事你會有特別的感受 我想今年你可以看到 不要說是個全世界大概都可以關注到台灣這次選舉 對於政黨倫居的呼聲是很高的 所以當然將來的政策可能也會有很大的變化 所以大家的關注才有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好事 至少在外媒的關切下 在台灣 對台灣來說也是一次展現台灣民主 政治成熟的 公民的 覺醒的 這一次讓大家看到台灣人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我覺得這個 尤其是像這一次的戒選 或者是其他事情顯然對台灣的影響 都不像往來的那麼嚴重 更何況 很多東西都可能被掀開來 我覺得這是對台灣來說是一次很好的 展現我們人民的自覺 也讓全世界看到台灣人其實已經有 走了30年的民主長路 我們已經可以足以堪稱民主成熟的時代了 你怎麼看侯正寧在最後時刻狂打郭台的舞台 從前一天的宣明志到昨天深夜的周夢東 就是你能感受到他們的產生的感覺 我覺得選舉到最後就是因為 你可以從他的動作就知道他的選情 選情不好 才要去做一些奇怪的事 如果選情很好的話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方法是 侯市長他可以辭掉新北市長 就會展現他破釜程度的決心 那顯然選情不太好 所以他可能也不願意行辭 那這樣的情況再去拉東拉西扯 我覺得沒有什麼必要 重點還是你要展現出來 你是一個適格的領導人 能夠帶領這個國家往前走 而不是一直再去用 你不展現你是對未來的國家的方向 而是只是要去訴諸人民那種 繼續含血含淚含恨投票 我覺得二十幾年了 怎麼都沒有長進 你們都沒有長進入 直接倒閉 好,還有,我們會做夢的會員 然後再吃不準備的會員 全部內容 但是再吃不睡 吃不吃 我們繼續吃不 Billie 我們會吃不吃